第四个单元 前面的课标宗述跟前两个单元的差别都不大 反正都是汉道元的政治制度 中国古代农业 手工业 商业 科学技术 书法绘画 这都不大 差别不大 不用画了 跟前面都一样 基本上你看它就是 然后选修主要就是两个 一个是王安石变法 一个是唐太宗 一个是王安石变法 一个是唐太宗 然后看一下知识结构 知识结构 隋唐时期的政治 主要有这么 要学这么几个东西 一个是三省六部制 这个非常重要 三省六部制 一个是唐太宗和真冠之制 这个就一般般了 唐太宗和真冠之制 这个就是一般般了 因为它本身是选修的内容 翻证歌剧 这个也一般般 这个一般般 因为这个 就过去老教材都不怎么考虑了 咱现在新教材就一两句话 就一般般 然后隋唐时期的 经济和文化 这里没什么可画的 那基本还就是这个农业 手工业 商业 思想 科学技术 文学艺术 基本还是这东西 然后北宋时期的 政治和改革 北宋时期的政治很重要 中央集权的加强及影响 宰相权力的削弱 这个上就是我讲 一个是削弱项权 再一个是削弱这个 地方 地方 然后那个 危机和改革 还有王安石变法 这个就一般般了 一般般了 因为它是选修的内容 两宋时期的经济和文化 经济和文化 那里边比较重要的 就是理学和心学 理学和心学 那个 非常重要 而且非常难懂 非常难懂 好了啊 那下边呢 我们就来看这个 第一个内容 就是隋唐时期的政治 这个 这部分内容 第一个呢 是讲三省六部 讲这个三省六部 三省六部 它实际上还 他这个 他这个 搞这个东西的目的 是为了解决什么呢 相权怎么样 太大 相权为什么太大呢 因为这个成像的人数怎么样 只有一个 独相 是吧 所以你搞这个独相的话呢 这个 相权对皇权就构成了严重的 威胁 就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所以中国历史上 在三国两进南北朝 甚至秦汉 三国两进南北朝时期 这种 奸相篡权啊 权相篡位这种事 史不绝书 往往 曹操 对吧 当然曹操他没有篡位 他儿子篡位 曹操跟皇帝也差不多了嘛 是吧 魏王加九西 都差不多了 对吧 然后你比如像司马延 对吧 像那个 包括这个隋文帝 杨奸 是吧 以至于就像那个石榴国呀 什么的 他那些朝代也很乱嘛 南北朝的时候 说你都做了丞相了 还没篡位 老百姓都替你着急 是吧 老百姓都觉得奇怪啊 怎么还不改朝换代啊 这哥们都当丞相了 怎么还不篡位啊 是吧 我们都盼着这一天呢 是吧 所以这个杨奸就是这么着 当上的皇帝 北周禁帝的老爷 废掉自己的外孙子自立 建立了隋朝 是吧 建立了隋朝 是吧 所以这个 他这一继位的话呢 那么他建立了这个隋帝国之后 他就非常害怕这种事 怎么样 再发生 再发生 特别发生在他子孙的身上 怎么办呢 我就要从制度上 削弱相权 怎么削弱 最好的办法就是把宰相 由一个变成一窝 对吧 由独相变成什么相 群相 由一个变成一窝 是吧 独相变群相 这样的话 这个项权对皇权的威胁 就能怎么样 解除 这也相当于那个重剑诸侯 或者少其力那种感觉 所以怎么办呢 设立三省六部 因为这个杨坚初创的三省六部制 名称跟那个唐朝广泛应用的不一样 咱就不管他那个了 就说从隋朝开始 三省六部确立 哪三省呢 中书省 上书省 上书省 门下省 分别负责 什么 中书省负责 起草政令 门下省负责 审核 审核 政令 上书省负责 执行 今天那个 中国的某些城市 比如像深圳 行政权三分 是吧 那个有起草的 有审核的 有执行的 这就回到了唐朝的水平 当然大多数地方 没有达到这个水平 深圳那个 所以中国的改革实验区 终于回到唐朝了 终于回到唐朝了 就是行政权三分 就是他这个对这个 政令的这个划分 这样的话 就避免了什么呢 就是 就啊 就就就 你你你起草 你你你拍板 然后你执行 是吧 我说这么干 就这么干 避免这种 出现这种情面 那么 这三省分工完了之后 具体有哪些部门来干呢 就是六部 是吧 哪六部呢 立护理 兵行工 是吧 立部 护部 礼部 行部 兵部 兵部 公部 这六部呢 这个 嗯 这个六部呢 呃 表面上看哈 就是没有大小之分 品级相当 但是这六部升迁是有 顺序的 是吧 一般来讲 你要刚当上书的 肯定是当哪部的 公部的 是吧 然后迁行部 迁行部 反正名义上来讲啊 应该是这个 立部的事 就是你要当上书最后 才能当到立部 但实际上最来劲的是哪部 护部 是吧 因为这个立部负责官员的 考核任免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什么呢 相当于我们今天的这个 中共中央组织部 啊 管干部的地方啊 官员的考核任免 户部负责户口 财税 这玩意儿最怎么样啊 最是肥缺啊 所以和珅不就是户不上书吗 是吧 这玩意儿太来钱了 这玩意儿 是吧 那裤都搬我们家去 礼部负责什么 不是 他主要是负责教育和礼仪 也承担一部分外交职能 所以你很少能输 这个户部很好说 相当于今天财政部和啊 这个民政部 对吧 民政部 你说礼部相当于什么 这不好说 教育部 外交部 还相当于什么广电总局 是吧 相当于文化部 是吧 文化部相当于的太多了 兵部呢 就负责这个军政 军政 相当于我们国防部 国防部 比如这个武将的考核任免 这些东西 刑部负责司法 相当于今天的这个 司法部 公安部 公部负责建设 那公部的这个 因为古代它没有那么多事儿 你说公部 相当于今天哪个部啊 那也多了去了 建设部 工信部 是吧 铁道部 是吧 什么航空总管理总局 就这这这都 就这这那事儿 归古代全归什么管 公部啊 那所以为什么古代的官少啊 现在的官多 现在事儿也太多了 是吧 事儿也太多 所以你这么一来的话 三省一分权 宰相就一个变成了多少个呢 不是仨 他不是仨 一窝 是吧 为什么叫一窝呢 因为三省的正副长官 都相当于宰相 是吧 每省一正两副 是吧 中书上书 两省的长官叫令 副长官叫普业 是吧 叫普业 是吧 中书令 中书左普业 中书右普业 上书令 上书左普业 上书右普业 是吧 门下省的长官叫市中 叫市中 副长官叫市郎 门下左市郎 门下右市郎 是吧 所以三省的正副长官 都相当于宰相 那宰相应该有几个 一正两副 三三见九 对吧 就九个 当然这个九个 他是不满边的 你比如说唐朝 李世民当过上书令 太宗皇帝当过上书令 所以李世民做了皇帝之后 这上书令就怎么样 就废了 基本上就是赦而不受 没有人再被授予上书令了 你不能跟先帝比肩 是吧 先帝当过这个官 你哪配当啊 就不受 那就是一般情况下 这个 这个宰相也得有三四个 甚至六七个 甚至六七个 后来到这个高宗皇帝的时候啊 这个李世民的儿子嘛 高宗李治的时候 就说呢 你这个三省啊 和属办公 你们一间屋办公 和属办公 要不然的话 我盖个章好家伙 西单东单 然后西四是吧 然后西五环 你这不行 一块办公 一块办公 这个地儿叫什么呢 叫正式堂 让这些个大臣们 入正式堂 办公 这个宋朝后来 宰相进一步分权 就是从这儿来了 那么你入正式堂办公的时候 皇帝就想招了 你看啊 这个三省的令谱 侍郎侍中 我不让所有的人都入正式堂 明白这意思吗 哎 我这班干部是九个 我就让班长知书 宣传委员 天天来见我 进正式堂办公 那么皇帝指定你进正式堂办公 你才是真正的什么 宰相 否则的话 我就有中书令 皇上没让我进正式堂 您这中书令就是一个什么 徐贤 你就是荣誉班长 明白那意思吗 荣誉班长 明白那意思吗 所以你必须得进正式堂的 才能是真正的宰相 哎 后来皇上又琢磨了 既然我指定谁进正式堂 谁就是宰相 我干嘛非要从三省的正副长官里边指定啊 我干脆指定点什么呀 你比如这人 是吧 甚至比他们更低的人 我让他进正式堂 不就完了吗 所以皇上给这帮人赐了个弦 叫同中书门下三品 只要你加上了这个弦 你就相当于什么 宰相 甭管你原来几品 你原来的差事是什么 皇上只要加这个弦 同中书门下三品 你就相当于宰相了 能明白这意思吗 可你别忘了 这个弦是正式官职 还是临时官职 临时的 说撤就可以 撤 而这些个像令谱啊 像这些个官职 可不说说撤就撤了 那得国家 发表圣旨 是吧 宣麻拜相 完了你凭什么给撤 哎 最后皇上就明白了 我想拜谁为相 我就让他干这个 我就让他干这个 我真正的宰相 我一般怎么样 就不认命 是吧 说中书令死了 死了 那就行 就死了吧 是吧 困缺一个 您认命吗 看看还谁要死 给他加上这行 是吧 一看说这 这位老臣为国尽忠了一辈子 是吧 现在二品 然后还有几天就over了 是吧 行 家中 正中 家中书令 然后 家崩 是吧 哥们一死 OK 又死了 是吧 又死了 一般皇上一给你加中书令 就估计你差不多了 是吧 或者就是死了 就赠中书令 赠 追赠你为中书令 那你说家属多得点 桑桑贝贝 就这个 是吧 你本来二品 加一中书令 一品了 你怎么就这个 真正的 这办事的 这些人没有 同中书门下三品 你说我现在是五品官 是吧 上书 皇上爱看 皇上这个喜欢 喜欢怎么办呢 加同中书门下三品 一下您就好 托飞换紫 本来您是穿红袍的 现在可以穿什么呀 紫袍了 是吧 穿宰相的官服 干宰相的事 拿自个原来的工资 你当了宰相还要工资干嘛 那少得了吗 你想想这个 是吧 所以只要一给你加上这行 同中书门下三品 你就抖了 过几天得罪皇上了 皇上把你这个同中书门下三品 一摘 你还回去干你 五品官该干的事 能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那这 这一下这项权就 成了给皇上打临时工的了 能明白这意思吗 本来一分为 多 是吧 一个变一窝 就已经削弱项权了 又由正式变成什么 那你想这宰相还能跟皇上作吗 是吧 唐朝以后 就这三省六部制度确立以后 中国历史就再也没有出现过 项权 威胁皇权的事 就说这个丞相篡位 曹王 曹操王莽 这种人就在也怎么样 没有了 断绝了 断绝了 能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这个 这个 同中书门下三品 后来 这个植物呢 到了这个 后来呢 就叫 就逐渐发展成 叫同中书门下 平章式 前面的字都一样 宋朝的广道叫 这个平章正式 是吧 然后后来他又设立参知正式 后边我们再讲 是吧 就是这个植物怎么来的 就这么发展来的 是吧 这么发展来的 是吧 这是我们说的这个 他这个官制 这个很重要 翻过来 翻过来 唐太宗和真冠之治 这个内容呢 就是选修的内容 比较简单 唐太宗也是中国历史上 少有的这个 明君 是吧 明君 第一个就是建立唐朝和取得皇位 这你知道就完了 就是黑体字画了就完了 唐朝的建立 这个李世民是立下 不适之功 是吧 李渊的嫡长 嫡子是四个 是吧 老大李建成 老二李世民 是吧 这个 老三叫李玄霸 是吧 老四叫这个李元吉 是吧 李玄霸早死 早死 然后等于就剩下这个 这仨 那么李世民在这个唐朝建立过程当中 首先那个李渊进阳起兵 决定造反 就是他儿子督促 李世民督促的造反 造反一路这个破关斩将 削平 那个你听那评书什么隋唐演义 是吧 十八路返王 六十四路燕尘 那基本全靠李世民给平定的 就他自己说 是吧 全靠他平定了 因为唐朝的史书是不太可信 是吧 因为李世民继位之后全给改了 是吧 那不太可信 都是他平定的 平定所以他功劳太大了 他因为不是老大 所以他哥哥做太子 他封秦王 上书令 天策上将 是吧 秦王 这爵位就已经没法再往上升了 对吧 六国里 七国里最强大的就是秦国了 那秦王应该是最牛的王了 没法再往上升了 上书令 已经是百官之长了 官职没法往上了 天策上将 武将之首 所以这个人功劳太大了 没法再封赏了 除非把什么给他 就皇位给他嘛 那皇位给他 所以他哥哥 这个太子建成弟弟 齐王元吉 嫉妒他 然后俩人就干掉了 所以玄武门之变 他把哥哥弟弟全干掉了 而且满门抄斩 什么亲生侄子 乱七八糟 一国会 全死了 然后改史书 把他哥哥弟弟改得特别不堪 然他哥哥弟弟 要真那么不堪的话 那李渊也不能傻到那份 立这么个笨蛋当太子 是不是 那费长利诱的事 在中国立场多了去 然后他逼着他老爹退位 他老爹又做了三个月的皇帝 就很知趣的退位了 要不退位的话 跟我俩人都一样 下场 所以李世民继位的这手段怎么样 太凶暴了 太凶暴了 这个人 但是继位之后 一代明君 所以往下看 这个统治思想和统治政策 第一 吸取隋王的教训 隋唐两朝是什么关系呢 这个仪表亲 是吧 仪表亲 李渊是隋杨帝的表弟 他们俩的妈是亲戚俩 独孤氏 隋杨帝的妈是隋文帝的独孤皇后 是吧 然后李渊的妈是隋杨帝他妈的妹妹 是吧 就是这个妹妹 也是独孤氏 所以等于俩人是仪表亲 那么按辈分 隋杨帝就是李世民他大爷 对吧 明白这意思吗 所以李世民是亲眼看到他大爷怎么灭亡的 是吧 他大爷 那不是他表哥吗 表大爷 就这个意思 不但是他表大爷还兼他岳父 是吧 因为这个李世民后来娶了一个这个隋杨帝的公主 做妃子 等于娶自己表妹做妃子 是吧 所以等于是亲眼看到自己的岳父兼表大爷 是如何灭亡的 所以他吸取隋王的教训 吸取隋王的教训 民为邦本 本故邦明 这个他特别强调这个 这是孟子的思想 民为邦本 本故邦明 选贤任能 这个虚怀弱骨 历经图治 这个这个 所以在他统治时期啊 政治清明啊 什么就出现真冠之日 史籍记载啊 唐朝真冠年间 这个中国的 什么样呢 这个米斗不过三四钱 一斗米才多少钱啊 三四文啊 一斗是十升啊 谁知道一升是按重量算 一升应该多少不知道 是吧 一升就一千毫升啊 是吧 那才三四文铜钱 是吧 这个 随墨战乱 人口降到一千多万 那人民流离失所 唐太东继位没多少年 那真冠八九年间 留散者 闲归乡礼 全都怎么样 回来了 是吧 然后米斗三四钱 是吧 这个 天下疯人 是这个 外户不必 出门根本就不用怎么样 不用锁门 不用锁门 然后 自长安月海表 您从长安出发到广州 行旅不赖粮 不用带粮食 取己于道路烟 走到哪儿怎么样 吃到哪儿 因为大家怎么样 都有 富裕吃不了 喂猪不如喂你啊 对吧 喂你 捞个人情呢 对吧 不是 我是不带粮 我带钱 不用 取己于道路烟 碎断死刑 二十九人 全国一年才杀 二十九个人 那可不是政治清明 经济怎么样 发达嘛 经济发达 我有一次在那个 在那个那个那个 一个公园 六弯 然后公园一个公共卫生间 门口贴着一个巡物启示 是吧 然后 我进去方便 我旁边站着一老头 是吧 老头可能也刚看完 那巡物启示 就跟那唠叨 跟那唠叨 是吧 因为他没别人 他可能就是冲着我唠叨 现在呀 什么东西丢了都找不着 现在人就不行 说我们那会儿 他说他就是 改革开放以前吧 我们那会儿 一路不时一夜不闭户 我一看 这种反动言论 我必须得反驳他 是吧 他就冲着我说 我必须得反驳他 我说那会儿 是夜不闭户 买不起锁 对吧 你闭户干嘛 你们家有什么可偷的 唯一的家用电器 不就是手电筒啊 谁偷那玩 是吧 路不时一 你能见到什么呀 路不时一 对吧 你能见到什么呀 对吧 你能见到什么呀 是吧 你说你告诉那会儿 这个什么社会治安好 这是 他没有小偷 他偷什么呀 小偷 是吧 没有小偷 我们家吃不饱呢 就偷什么呀 是吧 你想真的是经济发达到那种程度了 路不时一也不庇护 那才叫真正的太平盛世 你去欧洲 晚上商店一关门 所有灯都开了 就照着橱窗的商品 LV 老历市 宝马 就这么照着 没有什么铁炸的门 哪有啊 是吧 那叫玻璃门光一撞就走了 要搁中国 五分钟搞定 一定碎玻璃 人家叫那么照 是吧 人家叫什么 就都大灯灯 射灯照的 不许关 城市要夜景 是吧 城市夜景 欧洲的恋人逛商店 都是晚上看橱窗 然后等白天去买的 因为你下班 他商店也下班了 都那样 是吧 没人偷 那叫太平盛世 来了 我一直跟那搁着 没人拿 你那什么感觉 搁咱那好 我怎么着 给他弄开了 是吧 我估计 我师父师父都行 是吧 弄开 是吧 你想想 是吧 那叫太平盛世 不是说我没得偷 而我富裕的怎么样 用不着偷 生老病死 都由国家管 出国旅游 都可以跟国家申请钱 我偷东西干嘛 我疯了 我想不到这一点 那叫真正的 唐朝九州道路无柴虎 那真是经济发达到这种程度 所以这是我说的 你看他这个 为什么经济发达的表现 经济发达的表现 然后错失 错失 重用魏征 魏征原来是太子贤马 李建成的参谋长 头号大军士 跟李建成说 太子这个秦王有意志 早晚必屠之 你得把他干掉 李建成富人之人 不忍心 所以被弟弟干掉 是吧 被干掉之后 这要收拾太子一挡 那魏征是头号 是吧 通缉令头号了 是吧 魏征知道 这边也跑不了 找李世民来了 李建成做一口锅 把你煮的都准备 是吧 当然李世民得冠冕堂皇了 说了两句 你看 就你小子犯坏 我把我哥杀了吧 是吧 你看你难辞其咎 是吧 李世民说 这个魏征说 太子不听我良言相劝 否则今天就不定谁玩呢 哎 李世民听这小子有种 是吧 这小子有种 马上他下锅了 还敢这么说 是吧 然后说 你要是能用我 我像忠于太子那样忠于你 您魏征本来也不是唐朝的官吏 瓦刚军出身 是吧 反复头来头去 他也无所谓 是吧 你做官专门负责给我提意见 是吧 哎呦 这哥们这提意见 提的 提的 这个跟大家知道 就是中国有一个词啊 叫停争面蛇 是吧 停争面蛇 什么意思 当停就跟皇上怎么样 争 面蛇吧 你绝皇上面子吧 是吧 那个时候君臣上朝啊 都坐地上 皇上可能有一把矮椅子坐 就像这样的 弄一胎筋 三四层 皇上跟那坐着 大臣们都跟地上坐着 那坐着还不是跪着舒服的 是吧 就是那个 膝盖着地 屁股搁脚后跟上 那那么着 然后你要揍事的时候出来 这个趴地 跟皇上揍事 是吧 所以魏征都趴着 说 皇上说一句 他说一句 皇上又来言 他又气 去旅 皇上气了一头袖子 散潮 不玩了 今天到此为止 是吧 办公时间已经过了 接见时间过了 魏征一看皇上转身要走 蹭就站起来了 冲上台阶 抓住皇上的袍袖 哎 你别走 咱个儿俩没说完呢 然后那个 风纪官员 那个什么 市域 电中市域史 就赶紧提醒魏征 注意人臣之礼 你要干嘛 是吧 你抓着皇上袖子 你外一头刀子 掏着刀子来怎么办 是吧 魏征一看吓坏了 太冲动了 跪的也磕头 皇上说 乡本老你等着 我非宰了你不可 对吧 因为他农民起义嘛 瓦军出身嘛 乡本老你等着 我宰了你 是吧 谁呀 魏征 乡本老抓个袖子 是吧 我非宰了他不可 皇上在那生气 琢磨了我怎么宰他 这么宰那么宰那么宰 是吧 越想越生气 过了一个多小时 长孙皇后 穿着上朝的那种大礼服 狭配奉官 是吧 带着后宫的嫔妃女官 盛装参加 皇上吓大跳 哎 今晚上祭祖子 没通知我呀 是吧 你穿成这样出来 干嘛你要 是吧 特来为陛下 道贺 是吧 道贺 和贺之友 主名臣直 对吧 你是明君 所以魏征才想给你 提一件 隋杨帝他怎么不敢 死吧回来了 是吧 谁不要自己小命 主名臣直 再者说呢 偏听则明 兼听则明 偏听则暗 对吧 你皇上本来就不容易 听进别人意见的 你老人 人老喊你万岁 你老伟大光如正确 你就真以为自我光如正确 对吧 所以为什么一般独裁者的智商 容易低呢 就在这 别人老说你最英明 你最伟大 他就真以为自我英明 伟大 所以 人永远应该把自己 搁在一个 很普通的位置 别人一崇拜 你真正 您是明人 我赶紧说 我不是不是 明人是日本天皇 我不是 我不是 当心天皇 名字叫明人 我不是 我不是 我日本天皇的了得了 所以 这个意思 主名臣直 然后 您是明君 然后魏征给你提一件对 唐太东一听 还有我们家政委觉悟高 说对 那魏征这小子不能杀 还得重用 哇 那魏征这意见就更来劲了 是吧 一生给皇上提了二百多条重要意见 那不重要的不知道就多少条 是吧 有一回这皇上 在宫里玩鸟 外国进宫了 没见过 麻雀玩 没见过 远远看见魏征走来 揣怀的 是吧 这家伙他跟我说 玩物丧志 藏起来吧 魏征看见了 是吧 这皇上玩鸟呢 这声色全马 是绝不能真 是吧 所以怎么办呢 就跟皇上变 皇上都奈着信不听 可算魏爱卿走了 死了 那鸟 逃 走了 是吧 所以你别说 皇上跟魏征的关系 好啊 是吧 这个魏征病重了 病重 魏征后来的儿子娶了公主 等于魏征跟唐太宗儿女庆去 所以唐太宗亲自到府上探望 是吧 你想这是什么 皇上到大臣家去探望 拉着魏征的手一一不舍 泪流满面 魏征一死 家赠一品 是吧 家赠一品 然后唐太宗里 大家听说 哀叹 是吧 以同为境 可以正一官 是吧 以始为境 可以知兴替 以仁为境 可以民得失 朕长 保此三境 以防己过 尽魏子除世 遂亡一境里 是吧 魏先生一死啊 少了一面 镜子 唐太宗到晚年就稍微有点 不怎么样 但是问万幸的是 他走得很及时 是吧 五十多岁 英年早逝 他要跟唐玄宗似的 那完蛋了 那干了 人他工业一高了 就容易 飘飘然 忘乎所谓 长孙皇后 三十八岁就去世了 所以这个长孙后 也不成在后宫劝谏他 魏征也比他走得早 所以他到晚年就有点 是吧 有点有点犯晕 但是没等他大晕 就彻底晕了 是吧 这个意思 是吧 所以他这个 他重用未争 然后修养生息 君填制 清姚伯父 慎用刑法 制定唐律 什么完善俱进 这科举 这就你般 看看就完了 差不多历史上哪个 明君都这么干 都这么干 知道这就完了 还有就是他的民族政策 这个很好 民族政策 唐太宗的时候 中国北方最强大的民族 就是突厥 突厥 突厥分成东突西突 两部 东突厥在今天的蒙古高原 西突厥在新疆 在新疆 所以这个唐太宗 先是派大将李靖 就是托塔李天王 额额他爹 额额他爹 中国古代十大军事家之一 派大将李靖 征伐东突厥 大将李靖 率三千青旗 大破东突厥于阴山 扶东突厥极力可汗 东突厥就灭亡了 东突厥灭亡之后 对于东突厥 胜这个投降的 这十多万降众 怎么办 朝廷上展开了 激烈的争论 魏征说 突厥狼者 这帮人狼的孩子 突厥的王庭上 那大道旗 就是一颗蓝头 所以不可以仁义交 不可以刑法威 这帮人软硬不吃 你跟他讲礼仪道德 没用 你靠杀刑法 再不看 所以怎么办呢 魏征的意思 好像有点种族灭绝 那尽头 最好把这十多万人 能不能挖坑 他埋了 这事不就解决了 不可以仁义交 不可以刑法威 皇上都没听他了 所以魏征的主意 也不一定都是好主意 另外一位大臣的建议 把他迁入中原内地 河南山东 编户齐民 跟汉族通婚 这样的话就把他的蓝姓磨掉 他不就变成中原人了吗 这样倒是可行 那问题是他那块地儿怎么办 对吧 你把他都迁入中原了 他原来站的那块地儿怎么办 殷山那块地儿怎么办 把中原人扔过去 中原人不习惯 是吧 我们要肉丝炒蒜苗 这天天喝酸奶 还不是草莓味的 这不行 这不行 我们干不了 所以你说你把中原人 牵过去不现实 那个地儿又不能耕种 中原人又不会放牧 是吧 你要在那儿驻军的话 成本非常高 如果那个地儿不要了的话 那就会被别的游牧民族 怎么呀 占据 那你这个新的游牧民族 跟我大唐的态度又会如何 他要再维护怎么办 你还得打他 所以怎么办 有个大臣就建议 全其部落 顺其土俗 他反正我也已经投降了 对吧 你把他的这些贵族们 留在长安 然后把这些人 就留在当地 全其部落 顺其土俗 是吧 以实空虚之地 你别把它都迁走 迁到这个地儿就怎么办 空出来了 以实空虚之地 以为中国之汉帝 用它来保障中国的安全 这个中国就指的是 中原王朝 华夏民族 太宗皇帝觉得高 全其部落 顺其土俗 我虽然灭了你了 但是你这国家怎么呀 还存在 你还可以自己统治自己 我设立都督府 蝉鱼都督府 云中都督府 汉海都督府 由这些个当地的部落酋长 出任都督府的都督 民族趋于自治 能明白这意思吗 那这些人对大唐自然怎么样啊 感恩戴德 哎呀你你把我的民族 我跟你捣乱 你把我灭了 灭了之后 没杀我不说 我还照旧跟这 要我喝六 当然得服从朝廷啊 管辖了 而且这个这个 太宗皇帝 这个对于这个投降的突厥贵族 风官许愿 包括吉利可汗 是吧 突厥的领导人 结果这个整天在这个 他也是在朝廷做官啊 在长安城做官啊 是吧 每当唐朝军队打了大胜仗 唐太宗开宴会的时候 吉利可汗都要在庭前翩翩起舞 是吧 中国古人都文人都这样 游牧民族更是能歌善舞 可汗就跳舞 高兴 高兴 打谁啊 打西出爵 又打我们哥们 跳舞 高兴 是吧 唐太宗 晚上失眠睡不着觉 那他失眠睡不着要怎么办呢 就游义员他最宠爱的大将 阿史纳杜尔 突厥王族 突厥的王族姓阿史纳 阿史纳杜尔一看就是突厥王族 这个人配刀直朔 站在太宗的寝宫门口 皇上就能安然入睡 你听呼噜声就起来了 不是装的 真睡着了 如果那阿史纳杜尔 怀着国仇家旱 冲进去 嗯 皇上就完了 你可见皇上就多信任 所以这阿史纳杜尔不但就皇上这么信任 最后爵位封到公爵 植物当到大将军 此后陪葬昭陵 他跟皇上埋一块 跟皇上埋一块 陪葬昭陵 所以你想这个 就他对这些人这么的这个重用 对这些人这么重用 那这些人自然就对皇帝怎么样 感恩戴德 北方各族就尊称唐太宗为天克汗 天克汗 这个 你看唐朝人说也非常得意写诗 文皇难免作 因为太宗是妙号 嗜号是文皇帝 太宗文皇 文皇难免作 一敌群前驱 一敌全来了 献号天克汗 以为我皇居 就来来来 来保卫我们的这个国家 保卫我们的国家 所以唐太宗 他对这个少数民族 他非常好 我们教材上讲 是吧 说这个 唐太宗曾说 这句话反正他爱考 但是你不用画 自古皆贵中华 而见一敌 朕独爱之如一 故其种落 皆一朕如父母 我不歧视什么 少少民族 所以他们 这个跟我也就怎么样 关于好 这就是那种人者 爱人吗 让世界充满爱 就这么个意思吗 故其种落 于一阵 如父母 是吧 如父母 所以他对这个 这个少民族观影很好 他自己讲过这样一番话 那这有的时候 经常用到这个材料 皇上曾经说过这样的一番话 汉武 汉武穷兵三十余年 疲蔽中国 所获无几 现在的奋青们特别崇拜汉武帝 敢犯强汉者 虽远必诛 诛的结果 匈奥 汉武帝 汉武帝之后的汉朝就开始走什么 下坡路了 汉武 雄徒 宰史篇 长城万里 进封烟 高祖 惠帝 文帝 景帝 到他 武带 楚姬 扫荡 无鱼 是吧 爸爸留给他六十万匹战马 打完匈奴还剩一万匹 是吧 全死光了 那这些马 那士族的伤亡了的数量更是 不计其数 开拓丝绸之路 浩大喜功 所以到了汉武帝的晚年 他认识到这一点 他是很不错的 他认识到这一点 我这么作就作了 告诉自己的接班人汉昭帝 后世子孙 习朕所为 是习王秦之计 你要再跟我这么干 你跟谁一样了 秦朝 我跟秦始皇干的事都一样 所以你千万 别再干这事了 别再干这事 秦始皇不也是吗 开疆拓图 最后对国家怎样 完蛋了 所以司马光写 自治通鉴 评价汉武帝 有王秦之师 而免王秦之祸 是吧 所以唐太宗对这 非常看不起 穷兵三十余年 疲弊中国 所获无几 瞎打半天 能怎么着 己如今日 随之以德 我靠什么来扶人呢 是穷发之地 尽为编户乎 是吧 我们先进文化 先进生产技术 向边疆地区 扩张 那个地方自然就变成个什么 中国地方 打仗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快马弯刀是最没用的东西 只能征服人心 只能征服土地 征服不了人心 所以他对于少尔民族很爱护 所以当太宗皇帝驾崩的消息 传到北方草原 哇天不得了了 北方各族军长 如丧考匹 就跟父母死的一样 自杀殉藏的有 拿刀划嘴脸的有 戳瞎嘴眼睛的有 拉胳膊的 然后把香点着了 割脑子 这是最刺的 不知道怎么发泄自己的悲痛心情 这等于就是父皇驾崩了 那种感觉 人自个儿子都接班当皇上 当的美滋滋的 你殉藏的那门的 太太了不起了 所以这个民族政策 非常开明 后边就不用讲了 他练丹死了 这就算了 知了事了 知了事了 然后就是说 第三就是翻阵割据的问题 这问题实在是 一句话两句话讲得清楚 就是说 秦始皇 秦并天下 秦并天下设立郡县 是吧 咱们刚才刚讲完 到东汉郡县变成了 周郡县 周郡县 周郡县后来这个 隋朝统一之后 就觉得这个周郡县 后来这周越来越烂 天下好几百个周了 那个郡可能有 原来一个村那么大 所以怎么办呢 就撤郡 等于这个隋朝 就是周县两级 唐朝继承了隋朝的制度 地方也是周县两级 但是毕竟周怎么样啊 太多 唐朝好几百个周 是吧 所以都要由中央来管辖的话 中央也觉得管辖不了 所以周上设到 作为监察机构 等于又回到原来的那个 那个局面 同时 边疆地区呢 常年有战士 跟那个游牧民族老打仗 怎么办呢 就在边疆地区专门设立 节度史 是吧 节度一切 行政司法 用人 军事 节度一切 唐 瑞宗的时候开始设立 到玄宗的时候呢 边境上设立了十个节度史 结果这些节度史的权力怎么样 太大了 太大了 最简单的一点 外众而内清 中央军十二万 节度史的部队四十九万 是吧 四十九万 而且中央军基本上就是百游马路士兵 是吧 只能踢踢正步 是吧 向右看 只能干这个 是吧 节度史的部队 他常年驻扎在边境 他得打仗啊 是吧 所以这个 这些个节度史里有一个胡人叫阿禄山 这人们很厉害 体重三百多斤 是吧 经常给唐玄宗献舞 跳胡玄舞 一只脚朝地 三百多斤 早上起来 他穿裤子 得让他的两个侍从里的顶肚子 要不然穿不穿 是吧 穿不穿 系腰带 清玄 胡玄武 是吧 所以唐台东特别是玄宗皇帝 非常喜欢 是吧 东平郡王 异姓封王啊 东平郡王 身间 泛阳 平鲁 河东 三镇节度史 河东就是山西 泛阳就是北京 这个平鲁就是辽宁 管今天河北山西辽宁三个地儿 麾下金兵十八万 比中央军还多六万 所以安鲁山一看 老子像过把皇帝人 是吧 我这高血牙心脏病了 不定哪天歪过去呢 你想三百多斤 你当着玩的呢 是吧 起兵叛乱 唐玄宗逃到蜀地去了 他起兵叛乱 起兵叛乱之后 这中央军不堪一击嘛 很快这长安洛阳 就全部被攻陷了 靠什么人来评判呢 得靠其他的节度史 郭子怡 李光碧 这些人评判 然后在这个评判过程当中 为了拉拢地方的官员 为了这个分化瓦解 安禄山手下的叛将 就不断再又设立新的节度史 等安史之乱一平定 这个节度史的势力怎么样 更大了 一个一个地方的 这个独立朝廷 就地方朝廷 死了之后就传给部将或者传给儿子 是吧 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板籍不归天府 共赴不入朝廷 户口朝廷也不落 财政朝廷也逛不着 所以这一下就出现了藩镇割据的局面 唐朝就又俨然回到了什么时候呢 东汉末年 回到了这个东汉末年 是吧 所以我们看这个就是你知道这事就完了 那就是说这个这个这个为什么会出现藩镇割据的局面 啊 就是说这个 唐朝的这个节度史 那 节度史 是吧 设立节度史 就是 然后 藩镇割据 那就 安史之乱之后 形成了这个 藩镇割据的这个 局面 是吧 好了啊 这是我们讲的这个 就是隋唐时期的政治 那其实他基本上就是讲的这个唐朝的政治 唐朝的政治 那下面呢 来看这个 经济和文化 那经济和文化 那他这个已经 因为不太好这个来 精简了 是吧 所以他就是基本上就是 很简单 那 农业 那农业 全离 统车 主要就掌握这俩东西就完了 全离 是耕地的哈 耕地用的 打那儿以后就一直为后世和所沿用 所以你看这也能看得出来吗 就农业社会基本上那个生产是一种什么呀 就差不多停滞了 是吧 你说唐朝一亩地打多少斤粮食啊 五零年还没有唐朝多呢 明白这个吗 一亩地就是多少斤粮食 什么时候突破了 袁隆平他给突破了 对吧 就科学育种他才突破 唐朝一亩地多少斤粮食 汉朝一亩地多少斤粮食 唐朝可能也多不了太多 清朝呢 也多不了太多 一遇到战乱了 还没那会儿多了 就这样 你看那离 唐朝的定型了 一直为后世沿用 那就没什么变化吧 等于是 捅车是干嘛的 灌溉的 对吧 你今天你在那个 那个农业不欠发达地区 你也能看见这 从唐朝一直使到本朝 对吧 那么也是吧 就说这种农业生产工具 它没有什么太大的什么呀 变化 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 手工业 手工业和商业 手工业这很简单 就是私之品 就是私之业的重心逐渐难移 因为经济重心怎么样 难移了 因为这个经济重心难移了 所以私之业的重心也逐渐难移 所以今天你一说 丝绸最好的是哪 苏州 杭州 南京 南京的云锦 是吧 那个地方 丝绸最好 那古代其实就是 唐以前的私之业中心 是在北方嘛 河北啊 什么就是今天的河北 什么这些地方 后来当然北方气候越来越不好 可能不利于残宝宝的生长 另外确实这个江南经济重心 经济重心难移了 所以这个私之业的重心 也就逐渐的移到了这个北方 然后就是大运河的开通 有利于这个商品流通 大运河 大运河是哪朝开的呀 随朝 这个真是不得了 一个这个世界之罪呀 世界之罪 这个随朝的大运河 北起卓郡南到渔航 卓郡就是今天的北京 渔航就是今天的杭州 北起卓郡南到渔航 这个全长是两千多公里嘛 五千华里 将近五千华里 两千多公里 他不是走直线 他以洛阳为中心 拐着弯这么过来的 是吧 这个运河的长度相当于 苏伊士运河的二十倍 巴拿马运河的三十八倍 是吧 而且这个时间比他们早了 一千三百年 是吧 所以你想这个 有多伟大 是吧 所以基本上那些伟大的东西都是 中国的人创造出来的 是吧 你别的国家 他想开这么长的运河 他没地 是吧 没地 是吧 我也想开这么条运河 哇 你想沟通十二个国家 人们不干的 是吧 人们不干 你们家国家开运河 你凭什么挖我这来 是吧 咱不干 咱中国有地儿呢 万里长城 对吧 万里长城 咱有地儿啊 对吧 我们有地儿嘛 你别的国家 那长城就不能 长城就不能 Long distance war 是吧 你就不能叫那个 是吧 你只能就长 距离很长的墙 我们是伟大的墙 这都不一样 对吧 这都不一样 是吧 英国也有长城 德国也有 这个这个 韩国也有 韩国也有 那就几百公里 就了不起了 几百公里 就了不起了 拿上咱中国 万里长城 是吧 所以大运河 是有利于 这个 商品的 这个 流通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大运河 它主要是干嘛用的 运输 你顾名思义嘛 大运河 你千万别把它 当作一个灌溉工具 那应该叫大灌河 是吧 那些顾名思义嘛 是吧 是吧 当然 它不是这个意思 就我这么说 是吧 它主要是运输 沟通南北 五大水系 是吧 沟通 中国的大江大河 都是游西向 东嘛 所以南北交通很不便 是吧 竟是天欠 所以这一条大运河开通 这个当时人 厚厚人就评价 说这大运河的开凿 罪在当代 功在千秋 是吧 因为大运河的开凿随朝 灭了 灭了 是吧 所以但是它这个 这个功绩 对吧 所以唐朝人写是 尽道隋王 为此河 至今千里 赖通波 若无水电 龙舟事 共语论功 不较多 是吧 尽道隋王 为此河 至今千里 赖通波 你知道什么时候 到二十世纪初 金浦铁路 通车以前 大运河都是最主要 南北交通的 大干道 是吧 所以这个 若无水电 龙舟事 如果没有隋杨帝 六下江南 什么寻幸这种事 几下江南寻幸 那么 共语论功 不较多 跟谁的功绩一样 大运 你想这大运河 多伟大 长城运河 两大伟大 一横一竖 长城运河 再有一个就是广州 广州 成为重要的这个港口 唐朝其实最重 最发达的城市是哪 不是不是 对 也是长 就是最发达的商业城市 是哪 知道吗 扬州 扬州 扬一一二 所以唐朝人一写到扬州 那都充满什么的口气 你看李白 故人西四黄河楼 烟花三月下扬州 那羡慕 我咋去不了 就那种感觉 明儿给报销 他就去不了 烟花三月 但求死看扬州月 不愿生归嫁九龙 都就是这了 天下三分明月夜 二分无赖是扬州 扬州最可爱 唐朝人那个 写诗里写到扬州 扬州那大概就相当于 今天香港嘛 那个地位 相当于上海 相当于那个 兴起重心嘛 所以唐朝其实最发达的扬州 我们这个 我们的这个 讲义没有提到 但是你必须补充上 必须补充上 为什么呢 就是课本里有 人教版的教材有 所以比如说像海淀区 他要是出考试题的话 他不完全拘泥于这个东西 明白吗 就只要人教版教材讲了 他就会考到 当然你别的版教材 因为海淀区他用人教版教材 他不管那套 反正你平时练习练多一点 没有坏处吧 没有坏处吧 所以这个是我们讲的这一点 行了 今天就先到这里 到马萝卜 上山 看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